土生土长的新疆哈萨克族小伙猪马懿在2020年2月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6月28号,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 首家以研制开发驼乳系列为主的新疆金驼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猪马懿一个人操作着上千万元的机器 从他家收集来的驼奶将从他的手中变为驼奶粉 这是他月入4500元人民币的最好回报 达坂城区位于天山东段最高峰伯格达峰南部 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 当地人调侃说这里的峰一年只刮一次 从冬天刮到春天 久居此地的哈萨克牧民受限自然条件 常年以放牧为生 猪马懿在牧区长大 尝过牧民生活的艰辛 现在作为一名现代化工人 猪马懿手里不再握着鞭子 而是电脑控制的全自动机器 在达坂城区机器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牧民穆拉提江开着电动三轮车 载着130公斤鸵奶送到了鲜奶站 每公斤30元 穆拉提江小心翼翼地倒入铺着滤网的不锈钢奶罐 按钮一按 奶罐里的鸵奶很快输入到可储藏4.5吨的冷藏罐中 当天穆拉提江收入3900元人民币 产多少收多少 慕民现在可以从骆驼身体中挤出更多的奶 变成手中的钞票 穆拉提江告诉记者 五年前鸵奶的价格是每公斤五元 现在是过去的六倍 赵维良是新疆金驼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长 能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 能把手中几十年的经验 变成一个个专利应用在生产线上 让人们更健康的生活 让牧民们手中有钱 这是他们公司在打板城建厂时的初心 骆驼奶制品确实是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 这个骆驼奶的从它的营养的价值来说 从它的功能性来说的话 确实是照顾咱们人类的 咱们这个新疆骆驼产业呢 确实应该走向世界 据了解 金驼采用了企业加养殖合作社 加养殖户的骆驼产业化的经营方式 带动打板城区牧民养殖 一万两千多封骆驼 成立五家养殖合作社 带动打板城周边牧民增收五千多万元人民币 提供五百多个就业岗位 下一步 赵维良将研究如何提升骆驼的受胎率 让牧民们眷里的骆驼翻一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